你要出去啊 快开始学了论文不写了吗 你别拖拖拉拉浪到最后 又求我帮你写 怎么了 我不回学校了 什么 有个职业战队的经理看上我了 就要去深圳试训 顺利的话 就留在那边打比赛 我爸妈已经同意了 你也知道我学习不怎么样 毕业了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我喜欢这个职业 我觉得我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有了队友 有了粉丝和闪闪发光的未来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他的身边还有我的位置吗 一开始我觉得是有的 每天都积极地跟他沟通交流 跟他讲今天赢了比赛 粉丝有多么喜欢他 看到他发过来的现场照片 就像是我跟他一起 见证了那份荣耀 我却一直没明白过来 就算我们近在咫尺 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我一定觉得当不上 真的没用 我还没用 我其实比赛 我觉得这个是 lesson 我只要对我 总共互人 国互人 杀了他 来 上上上 我买国互人 我可以上 可以打可以打 杀了他 你在干什么 那个 准备睡觉了 太累了 明镜需要您在那的紧张